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讲一款主机非常火爆的游戏 但在配对 真的是很多的人在玩这款游戏啊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这款游戏呢 甚至登顶了APP排行榜的第一名 超过了王者荣耀跟原神 非常非常的厉害 受众面非常的广 小只几岁 达到这个几十岁 真的属于老少皆宜了 我们知道这款游戏它其实是网易研发的嘛 现在网易内部的地位非常的重 其实网易也没想到这款游戏居然这么多 因为它属于在网易非常少有的低开高走的游戏 网易的游戏是吧 一般都是NA 这款游戏它是NA 甚至这个同时在线人数 已经达到网易所有游戏里边的第一名了 内部的评价非常的高 是超过了MC 虽然说这个MC在网易内部的地位 一向不是怎么重 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他说了 到底是怎么做到现在这种火爆程度的呢 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一下 另一款游戏了 它的名字呢叫做糖豆人 估计很多的朋友有印象 20年的时候 糖豆人啊非常的有 很多的大主播都在玩这款游戏 因为这个糖豆人 不管是游戏玩法还是节目效果 都是比较有趣的 糖豆人呢 它其实是由英国的一家小游戏工作室研发的 这个游戏的工作室的名字呢 叫做Media Tonic 因为很多的人在玩嘛 所以说对服务器压力啊非常大 再后来呢 就由于不可抗力的外挂元素出现 导致游戏体验比较糟糕啊 游戏一开始 三二一 游戏结束 有人已经到终点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更新比较慢 糖豆人他反反复复都那几张地图嘛 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模式的话 大家都很容易玩意 再加上他们是一个小型的工作室 又得应付外挂 又应付游戏bug 命令服务器的压力 再加上还得出新的模式 小工作室它全是在吃不消 热度过去之后 基本上玩的人都比较少了 那网易呢 看到了这个契机 所以说呢他就搞了一个担载派对 网易发行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对 第一 糖豆人的这种游戏 它是非常适合在手机上玩的 然后呢就是市面上没有任何一款竞品 还有就是糖豆人 虽然说他一直要出手游 但是他呢一直没出 一直在那搁 正好被网易抓住了机会 面对这种模式非常容易疲劳呢 网易还弄了一个类似于创育工坊 也就是mod模式 就是玩家可以自己去制作关卡 这样的话大家玩的更有新鲜感 再加上网易本身又是一个大城 不管是在服务器的维护上面 还是在游戏的宣发上面 网易呢还是很有能力的 再加上现在人手一步手机 直接点开就可以玩 说白了 这还是一款社交游戏 那社交游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是游戏吗 哎呀不知 是人 这种游戏那肯定是社交成本越低 就越容易打开 再加上它的节奏 说实话呢比王者荣耀更快 王者打一把怎么着也得十几分钟 蛋白派对你打一把 基本上就完事了 甚至王易就在里边搞了个蛋塔子 搞CP嘛 这都鼓励你搞这个东西 外界语言里边甚至都有什么 CPDD 你是像那种梦魂十几年前 你是JJ还是妹妹 当然这方面上我不做任何评价 大家人者见人智者见识 咱不管别人玩游戏 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大家实打实地给游戏贡献了热情 给游戏贡献了收入 网易这方面上确实有一手 这个因为它就没有社交门槛 同事都在玩 你玩不玩 同学都在玩 你玩不玩 他们给你分享了个链接 你甚至连游戏都不用下去 玩不玩 大家都在玩 你玩不玩 我不玩 这个人不合群 他是个大XXXX